欢迎收看Fabric的系列课程 经过巴结克的一个概念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Fabric的一些基础的内容已经有所了解 可能讲了巴结克 大家会觉得Fabric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好像也做不了什么 但实际上Fabric在我初学的时候 确实也学了很久 就是觉得他比Fabric等等的一些工具 好像少了某些东西 实际上是一些地方 第三方的一些工具 我在做一些任务的时候 就有点无所适从 到底是自己写呢 还是到其他地方找一些这样的插件 因为按照Python的设计哲学来说 有很多的事 应该有不少的社区的开发者已经做了 我们并不需要说重复这样去做 那么经过一段努力 其实也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工具 而且在Fabric里面可以这样说也是必不可少 当有了这个工具包以后 我们的Fabric马上就能变身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构建 用和自动化程序的一个强大的工具 那么这个包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就是我在第一节课里 卖的一个关子 它就是这个Fabric Tools 那么Fab Tools 那大家可以到它这里 有一个文档 它有一个这样的官方网站 找到了这个Fab Tools 几乎上你就会说找到了Fabric的另一半 那么这个Fabric Tools 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它的主程序的一个Namespace 还有另一个叫Required的一个这样的Namespace 它主要是做些什么呢 它主要是对一些远程机器上的控制 经常做一些系统级的一些封装 包括呢对安装和一些深入到某一个系统的调用 好像我们用的会比较多的 好像这个Debian 我待会儿在我今天的这个实践课程里面 也会讲到怎么去用Debian这个包 给我们的远程机器去安装一些常用的工具 还有你看大家可以注意左边这里 它对Apache 对Git 对Postrad 这些很常用包括Nindex等等这些服务器的安装 配置等等这些工作 它都已经为我们写好了 我们只是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调用了 我们就能够编写出一些比较复杂的脚本 或者说取代掉我们原本很多的 繁琐的这个人工性的操作 好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通过实践来去学习这个Fap Tools 应该怎么去应用到我们在Fablet 这些自动化程序里面 在这里我们先准 我这里为了演示好看啊 我就准先准备一个虚拟机 那么第一步呢 当然我们要先安装这个Fablet Tools 先激活我的VitualEman的环境 那直接就装一个这个工具 先把Fablet 引入进来 另外一个呢 是把Fablet Tools 这个包呢 我也引入 引入什么呢 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先不把这个程序写完 我们心里其实应该要清晰 呃 做这种自动化程序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很碎片化的 我们只不过把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呢 形成在一个脚本里面形成一个工 有序的一个工作流 然后让它系统化的帮我们执行 呃 包括 我们现在要安装一个部署环境 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程序呃 在上线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 我们拿着一台空的服务器 我们怎么来部署我们的环境 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都是重复的 因为呃 呃 我们开发毕竟我们的环境 呃 不会变来变去 那所以呢 我们希望说我做一次以后 我就能把第一次的这些人工性操作 我们能沉淀下来 成为一个以后的标准化的工作流 那么如果已经做过了 我们就直接可以写程序 但是做法上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我建议大家呢 先把这些呃 要做的这些工作呢 先列一列 列成一个清晰的脚本 然后我们只不过把一些呃 呃 原语啊 一些自然原文翻译成呃 呃 我们的fabric的一些脚本 那么你有助于你整个工作的一个清晰 而且呢 也会有有条有条部文 那么好 如果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个 假设我要 我要安装部署 一个标准的 呃 Python运行环境 我先我先写一份这样的东西 当然第一个我 我要首先安装的是 Python的DV 我会在 我的wubuntu 我这里是wubuntu 那么我们用wubuntu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deband 因为它本身也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呃 然后呢 如果我们装了 Python呢 我当然还需要这个 呃 wubuntu 这个简直就是 天然配对的东西 那么有了 这两位以后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支持我们所有的最基础的一些Python的开发 那么第二步呢 我希望 假设我们现在是部署一个基于Flex的一个Python开发环境的嘛 我希望它能给我再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Flex的运行目录 然后呢 第四步呢 我就给我安装 通过Python给我安装Flex 这些动作其实这四步可能对于我们在很多服务器部署里面都是很常见很常用的东西 那么好吧 呃 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做 刚才讲了 我们可以先从deband这个这个包 我们可以把deband引入进来 那么呢 呃 它在这个包里面它有两块 我已经说过了 它有一个require和一个呃 在它主程序目录的这个deband 那么它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它其实require这个包呢 是按它的文档来说 它文档也并不详细啊 呃 只是简单的简略的去给给我们讲 但是实际上摸在实践里面呢 这个deband这个包呢 会它会封装一些更底层的呃 更底层的一些应用 呃 包括我去加一些PPA 我们加一些圆啊 呃 给你看一下我这个包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可以指定让你帮我直接安装 呃 它每一个require呢 呃 都简化了前前一步的一些操作 或者呢 呃 是作为一个补充 那么我们先不看require 我们先来用它的原生包 就是说在Fact Tools的这个根 呃 呃 根的命名空间下的这个deband 那么 我们要这个的话 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包有些什么东西 那个deband里面它有update index 其实是什么是apt get update 好 另外一个呢 那是把我们的整个所有安装的这些用APP工具呢 心里的这个工具安装以后 也包进行一个upgrade 呃 另外呢还可以检测一下有些包哪些包是已经安装了 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方法挺重要的 那直接就安装 安装某一个程序包 它这里有一个调用范例 其实也非常简单啊 那这里的范例跟我们的呃 现在下一步要准备做的东西呢 很想像就拍成一个dv环境 还有uninstall 就移除了啊 啊 等等 还有下面的一些 这些其实也不常用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 首先来接触 呃 fabic tools呢 我们就先用 update index 还有我们这个install 呃 另外呢 啊好 另外那个我下一步来讲 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直接 import deband这个包 然后呢 我要指定我的呃 远程机器的环境 呃这个地址是172.16.48.139 那么这个机器其实我已经用ssh key 呢 我已经用sh key push上去 所以呢 它不会要求我有什么安全验证 让我打密码的这个东西 那么在前上一节课呢 其实已经讲过这个这个内容 不多重复 只是在一边打的时候一边讲一下 嗯 嗯 嗯 我们把这个叫做install install install packages 我想再来一个更简单的名字 直接就叫做set好 好 要做的第一个呢 叫deband 我们可以去install 它这里有一个 第一个是包名嘛 我们的包名是python db 哦 其实这样它就可以直接去 命令我们的远端服务器 你直接给我安装了 嗯 而且呢 你还可以同时支持多个服务器来指定 嗯 嗯 嗯 在我们安装这些包以前呢 不要忘了一点 我们一般上 在womento上做 我们肯定会做abt update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先upgrade一下indact 那么它这里还有一个叫 静默模式 它其实就不显示那些内容而已 我们 把这个做了 那么第一步 装一个db 然后呢 我们要安装 Vitual environment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 用的 Links比较多的 都会清楚 这里会有一个python dv 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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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包 那么装完这个包 就完成第二步的工作 好的 我们先来做这个 运行它这个环节 我们看一下它效果如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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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一个setout 我直接就运行setout 嗯 嗯 嗯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等它安装完了 因为 呃 我这里跑的是 嗯 一个 虚拟机 虚拟机这块 我的网速也有点慢 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就不等了 好 我们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要建立一个flex的运行目录 嗯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我们要在远程的环境面 我要建一个目录 那么 呃 我们可以去用run 我们就在这个 这个目录下 mk 下一步做什么 要用的另一块 就是python 这个 这里有一个python包 这个包其实它也是安装 和一个是两块了 一个是我们的虚拟环境 另外一个就是 呃 帮我们去做这些 这些安装的内容 那么 我们第一个 你看这里 就是说它要激活一个 已存在的 HMR 然后 它就可以去给我们做一个 安装 那么 呃 我们 我们 我们就来试 尝试一下 它的这个 效果 好 这里刚好也是去安装 这个flex 我们直接烤一下吧 好 那这个vitu environment 它是没有 那么我们就要 在这里去import一个 呃 另外一个呢 再把 再把 python 也打进来 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建立的是这个目录 那么好的 然后呢 在 这一块呢 可能你问 我这个vitu environment 没有建立起来 对 那么 那么 我们在这个 这个过程里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这个 require require 那么我们可以 import python 那么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用这个 直接把 呃 直接把 呃 python呢 它就 有这一块 如果它可以 这个require呢 它会检测我 这个 呃 虚拟环境有没有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么就给我建立一个这样的虚拟环境 然后呢 通过python install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python本自身的程序包 那么 呃 它是用p来给我们去做一个安装 好了 那么 最后呢 啊 这几个我们已经完成 刚才这里就是 建立一个运行目录 啊 这里就是 建立运行目录 这个3w 3w就是我们的运行目录 然后我们安装一个 啊 这样的环境 然后这一个过程呢 实际上就把 我们的呃 手工的要 先部署一个python环境 要再部署一个虚拟环境 然后 又要通过 呃p来给我们安装flex 这些 其实很重复的 那么我们直接就通过一个脚本 以后我们在呃 我们的指令机里面 我只是要 setup 那么我们setup一下 就可以直接 把我们的环境直接给部署好了 好 那么拿 拿什么空气器都可以 完成这个工作 呃 在fabric tools 就可以看到 呃 通过fabric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 把我们这些 呃 拉拉扎扎的这些工作呢 一下子给我们 给统一起来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也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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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